今天为您解读的是 一年顶十年 个人财富与影响力升级指南 本书大约二十万字 我会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为您讲解书中精髓 通过快速成长 提升个人影响力 实现自己人生目标 你觉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权力 名望 还是财富 不可否认 这些东西确实都很珍贵 但是有一样东西 远比其他任何东西都珍贵 那就是时间 世上最公平的莫过于时间 因为每个人的一年都是365天 但在同样的时间里 有人白手起家 创造出一份巨大的财富 有人投身政坛 从基层走上权力的巅峰 有人最新科研 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也有人 沉迷于游戏不可自拔 虚度多年后才发现 同样的起点 别人已经到达了一定高度 而自己却还在原地打转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呢 为什么时间有如此大的魔力 能让两个资质相似的人的前途 判若云泥 有没有什么武林秘籍可以让我们的时间更有价值 在相同时间内达成比别人更高的成就 在一年顶十年这本书中 我们将会找到答案 在这本书中 作者向我们传授了17招 足以在江湖傍身的独家秘籍 从基础心法到进阶功法 全部为我们准备妥当 有了这些秘籍 我们就能快速提升自我 让自己的时间价值最大化 获得让自己满意的成就 正如作者所说 不管世界变化多么快 机遇降临多么不可预料 知识经验的更替 多么令人措手不及 个人的真正成长 都无法脱离自我提升这个本质 一切看似偶然的机会 最终都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本书作者 彪汉一只猫 不仅是国内最顶级的 个人成长战略深度研究者 更是一位个人成长的践行者 从全部身家不到200元 到一小时个人咨询费 开价20万元 他只用了三年时间 彪汉一只猫 通过正确的方法和行动 成就了自己 并通过亲身验证过的方法 帮助成千上万的人 改变了命运 他总结出一套 个人成长的核心战略 并把这套核心战略 进行提炼和打磨 写成了本书 好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和作者概况 那接下来呢 我将分为三个重点 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 干掉揽 怂 脱 由内而外 提升职场战斗力 第二个重点 功课 读 写 说 学会行走江湖的正确姿势 第三个重点 打造个人品牌 让财富自动聚拢在你身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 干掉懒 怂 脱 由内而外 提升职场战斗力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状态 做完必做的工作后 只想躺在床上 刷刷手机 看看电视 一点也不想学习 不想做饭 甚至不想下床 不想洗漱 自己明明知道 这种状态并不好 需要做出改变 却总是空有想法 身体依旧懒惰 拖延 很多人就这样 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堪 怎么也走不出懒惰和拖延的怪圈 作者认为 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怪圈 是因为 我们没有正确定义自己的时间 换句话说 很多人都知道 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 但在生活中 却并没有这样的意识 俗话说得好 巨沙成塔 起一叶成球 我们的一辈子 看似很漫长 但它是由无数个 一分一秒组成的 如果让你专门拿出一年的时间 来打游戏或刷视频 你可能觉得荒谬 甚至觉得 这就是浪费生命 不过 你恐怕并没有意识到 你平时在游戏 或短视频上耗费的时间 累积起来 远比一年要久 甚至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你在买菜或买衣服的时候 可能会为了几块钱 甚至几毛钱而斤斤计较 但为什么 在花时间这件事上 你就变得如此大手大脚呢 难道你的时间如此廉价吗 网络上有这样一个段子 假如比尔盖茨掉了一千美元 他压根懒得去捡 因为在他弯腰的时候 已经赚到好几个一千美元了 这虽然只是一个段子 但是仔细想想 其中也蕴含着深意 同样的时间 对于每个人的价值是不同的 对于比尔盖茨来说 他弯腰捡钱那几秒钟的时间 价值远超过一千美元 彪悍一只猫 给别人做一小时个人咨询 要收取20万元的咨询费 那么 他一小时的价值 就等于20万元 所以 你的时间又有多少价值呢 如果你是一个缺乏时间观念 浪费大量时间的人 那你的时间价值就约等于零 也就意味着 你的人生价值等于零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人生升值 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那你就必须成为一个 合格的时间投资者 通过仔细思考 认真选择 把时间投资到那些 高价值的人和世上 在理财领域 有一个名词叫做负利 它是指 通过利滚利 把财富像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这个理论 也可以用在时间投资上 只要我们能认真 做好时间投资 我们的时间也会不断升值 甚至达到 自己从未想过的高度 也许你会问 投资时间这件事 听起来确实很棒 但是具体该怎样操作呢 别急 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方法和建议 首先 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高效时间 所谓高效时间 就是一个人精神状态最好 工作效率最高的时间 我们可以把重要的工作 安排在这段时间里 这样不仅能显著提高工作速度 还能增加工作产出 当然 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同 生物节律不同 所以高效时间也不同 有人喜欢早上起床后 喝上一杯咖啡 然后精神饱满地开始工作 有人喜欢在午休之后 马力圈开 完成当天的工作任务 也有人发现 自己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能闻思如泉涌 灵感和创意源源不断 但是不管你的高效时间在什么时候 只要你能充分利用这段时间 专心致志地做高价值的事情 你的时间价值就会得到提升 其次 我们要给自己预留独处的时间 我们忙于工作 忙于生活 忙于社交 忙于照顾别人 但唯独没有时间跟自己好好相处 但正如作者所说 无论平时有多忙 我们都应该给自己留出一点独处的时间 因为独处的时候 才是最考验一个人心性和耐力的时候 我们所说的独处 并不是一个人待着什么都不做 而是让我们好好思考和反省 学会跟自己对话 独处不仅能让我们了解自己 更好的规划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还能帮我们恢复耗散的能量 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挑战 因此独处就像一个加油站 能让我们确定自身的需求 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提高我们的时间价值 最后我们还要评估自己时间投资的效果 只有定期对自己投资的效果进行评估 才能及时改变错误的投资策略 提升自己的时间投资能力 那么我们怎样评估时间投资的效果呢 其实很简单 想要回答下面这几个问题就行了 今天都做了什么 所做的事情分别有什么产出 做这些事情分别花了多少时间 哪些事情是有价值的 哪些事情是没有价值的 在时间花费上 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别看这个方法很简单 它的效果却很神奇 前苏联有个科学家 名叫刘比歇夫 他一生发表了70多部学术著作 其研究范围横跨 科学史农业 遗传学等多个领域 成就斐然 而刘比歇夫成功的最大秘诀 就是经常对时间投资进行评估 假如我们能把上面这几个问题 打印出来 贴在自己的床头 然后自己在每晚睡觉前 都做一次时间投资评估 并根据结果 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 就会发现 我们的时间价值变得越来越高 甚至有朝一日超过自己的想象 良好的时间管理方法 会让我们改掉懒怂脱 练就强大的内功 帮我们找到顺畅处理事情的方法 不过呢 光有内力还不够 我们还要学习一些具体的招式 才能让自己的内功发挥出来 看到效果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第二个重点 功课读写说 学会行走江湖的正确姿势 查理芒格曾说 我这辈子遇到的来自各行各业的聪明人 没有一个不每天阅读的 没有 一个都没有 如果说时间管理是我们的内功 那么书籍就是功夫秘籍 教我们如何把内功打出去 只有经过这种沉淀 我们才能让打出的功夫 朝朝有行 也许有人会问 我也知道读书是一件很好的事啊 但我的阅读速度很慢 该怎么办呢 其实 没有人能一出生就箭步如飞 同样 没有人能在基础不牢的情况下 就掌握快速阅读的技巧 想要提高阅读速度 没有捷径可走 只有多读 猛读 越早突破新手期 就越容易尝到读书的甜头 也越容易建立起良好的阅读习惯 还有一点 就是 与其死记硬背书中的内容 倒不如 学会把书中的知识学以致用 学会用 是更好的读 那么 怎样学以致用呢 首先 我们要反复阅读 正所谓 书读百遍 奇异自现 其次 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思考 如何使用书中的知识 还要真正的践行 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最后 等我们做出成绩之后 要把自己的学习成果 分享给更多人 这种方法 也被称为 费慢学习法 其原理是说 只有一个人 能把书中的知识 交受给别人 才算真正学会 并掌握了这些知识 我们怎样把自己 从书中获取的知识 分享给别人呢 具体来说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写作 另一种则是讲课 如果说读书 是知识的输入过程 那么写作和讲课 则是知识的输出过程 在作者看来 写作的重要性 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他甚至把写作 比喻成 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武器 他认为写作 和不写作的人生 有着极大的不同 因为写作 可以让我们进行 更深入的思考 提升我们的思考质量 从而提高我们的行为质量 同时 写作是一个需要 大量输入的过程 因此 写作者会比一般人 更容易捕捉到 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会让我们 更容易脱颖而出 另一方面来说 我们通过写作 有机会链接到 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每一次链接 都意味着 一个新的机会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 更是有很多人 靠着写作 一步步成长为 年入百万 甚至千万的知名大V 本书的作者 彪悍一只猫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很多人会有 这样的焦虑 我虽然也想写作 但一拿起笔 就抓而挠三 没有灵感 该如何开始 自己的写作之路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很多时候 我们写不出东西 是因为自己脑子里没货 没有可输出的东西 这时 我们不能只做着 冥思苦想 而要找到途径去进货 比如 从书里进货 从牛人那里进货 从现实生活中进货 货源充足了 写起东西 自然就顺畅了 也更容易写出一篇 有价值的好文章 其次 要想写出好东西 我们就要看过 大量的好东西 我们可以找一本 自己喜欢的书 每天选择书中的一部分 精读两遍 不仅要认真感受 作者的语言表达 还要分析文章的谋篇布局 如果我们能把一本 精选的好书 死磕五遍 那我们的文字功底 一定会有质的飞跃 最后 我们还要确定 自己要写的内容方向 只有定向的内容 才能让我们 不断输出 有价值的文章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可能就确定了 自己的兴趣领域 所以 我们可以专门 在这个领域里 输出内容 这样 写作一方面 可以帮我们 更好地认识自己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让别人 对我们有更全面的认识 通过给读者 提供足够多的好文章 让他们愿意持续关注你 支持你 就能在细分领域中 写出成绩 除了写作之外 讲课也是一种 很好的分享方式 如果说 写作是一种深更细作 厚积薄发的输出方式 那么讲课 就是一种 短平快的输出方式了 如果我们拥有 良好的讲述能力 就意味着 我们能很好地 把知识 道理讲明白 并且让别人愿意听 听得懂 学得会 在互联网时代 这种能力 可以显著增强 自己的个人竞争力 那怎样才能 让自己的讲述 更受欢迎呢 我们有三点需要注意 一是 简单易懂 让听众 毫无障碍地理解 你所说的内容 二是 讲究实用 如果听众认为 你所讲的知识 不好用 用不上 他们自然不会再来第二次 三是 充满力量 很多时候 用户缺乏的并不是干货 而是精神力量 这时 我们就赋予用户力量 让他们充满动力 并发自内心地去行动 去改变 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三点 那我们所讲述的内容 一定会大受欢迎 甚至可以成为下一位明星讲师 现在 内功心法和外功招式 我们都练成了 但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 我们还要打造自己门派的口碑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重点 打造个人品牌 让财富自动聚拢在你身边 在商业领域中 有一个概念叫做品牌效应 是指优质品牌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财富和资源 比如说 同样一瓶酒 装在茅台的酒瓶里 和装在二锅头的酒瓶里 卖出的价钱是截然不同的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和同行做的东西都差不多 那要想从一大堆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能通过差异化竞争的方式 在细分领域中 打造出一个非常优质的个人品牌 只要别人一提到这个领域 马上就会联想到我们的名字 那离获得财富还会远吗 我们都知道 职场领域的内容已经是一片红海了 但如果我们在这个大领域当中 进一步寻找细分领域 比如求职面试心得 或办公软件使用技巧 那我们就会少很多竞争对手 假如我们在大领域 需要跟100个对手竞争 那现在我们只需要跟10个对手竞争 这样一来 我们通往成功的道路 就变得不那么拥挤了 成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当然我们上面说的只是理论 那么我们具体该如何去做呢 别急 针对打造优质个人品牌 聚拢财富的问题 作者给了我们三个锦囊妙计 第一点 成为自己所在领域里的 Number One 很多人都知道 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朗玛峰 但如果问世界上第二 第三高的山峰是哪一座 可能很多人就回答不上来了 还有很多企业在选择广告代言人的时候 宁可花大价钱请最顶级的明星 也不愿意用相对低廉的价钱请三流角色 这就是赢家通斥的法则 如果我们哪方面都成绩平平 在竞争无比残酷的时代 很难得到出头的机会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细分领域 然后通过不断学习 实践和分享 成为这个领域当中的专家 才能得到更多的机会 作者在书中为我们分享了他的经历 刚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稍有点名气的作者 就算有人愿意找他 也不会出很高的价格 后来他发现 自己对社群运营领域很感兴趣 于是他就在这个领域埋头深耕 最后他成为了社群运营领域里面的顶级大V 肯花大价钱向他咨询的人也络绎不绝 第二点 成为一个有思想魅力的人 什么是思想魅力呢 简而言之 就是你输出的东西 无论是文章还是演讲 里面所体现的思想 能对别人产生吸引力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偶然读到一篇文章 越读越觉得有意思 越品越觉得有深度 最后干脆变成了作者的忠实粉丝 这就是思想的魅力 如果我们想提升自己的思想魅力 就要多读好书 多接触有思想魅力的牛人 同时我们还要多写 多讲 多调研 知道大家究竟需要什么 并以此为目标 不断改进自己的输出方式 当我们能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征服用户时 就会蜕变成一个 拥有独特思想魅力的人 第三点 让自己的品牌变得越来越贵 在商场上 很多商家讲究薄利多销 但在打造个人品牌的时候 我们却不应该抱有这种错误的观点 只有我们让品牌价值越来越高 才能不断地升级品牌 吸引优质用户 如果我们请自己的VIP客户 参加一个活动 但只是在一个路边摊 请一些无名小辈作为活动嘉宾 那这些VIP客户 今后还会和我们继续合作吗 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你的品牌 就和这次活动的档次一样廉价 不过 只要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 我们输出的内容让用户满意 让同行望尘莫及 那我们的品牌自然会越来越贵 当你的品牌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吸引到很多高端人士 这些高端人士会为我们的内容和品牌 形成加持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只要做到这三点 我们就会建立一个优质的个人品牌 有了优质的个人品牌 财富自然会自己找上门 当然 财富不仅限于金钱 外部的资源 身边人的关系 和内心的成长等 都包括在内 只有多元化的人生价值 才能让我们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 走得更远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内容就为你分享的差不多了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点 干掉懒怂拖 学会时间管理 修炼职场内功 学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时间投资者 通过认真选择 仔细思考 把时间投资到那些高价值的人和世上 第二点 学会行走江湖的正确姿势 用读书输入 用写作和讲述输出 我们要把知识 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和招式 第三点 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真正擅长的细分领域 并成为这个领域内的第一人 同时 我们要让自己的个人品牌价值越来越高 这样可以打造优秀的个人品牌 让财富自动聚拢在身边 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时间是无情且公正的 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长度都是一样的 人生的不同就在于 每个人赋予时间的厚度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 有的人一年可以顶十年 我们应该通过科学的增加自己时间的厚度 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y 영상을HA s Nich苍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解释 解释